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想一想你減中了幾次 而且有沒有成功呢 有成功把你拍拍手 沒有成功的話 最怕上上下下像溜溜球一樣 就對身體恐怕傷害很大 上次大家很熟悉的大陸明星黃曉明 他也拿了好幾座的影帝了 身高177公分 原本身形其實就已經高高帥帥了呀 但是他為了演戲的關係 要一口氣瘦15公斤 當時他拍戲拍到一半 趴在道具上跟導演喊著他 快要不行了 趕快讓他休息幾分鐘 大陸男星黃曉明才剛拿下經濟獎影帝 他現身時流起落腮糊 廉價明顯銷售許多 其實是在敢拍芯片戴假髮的人 一口氣瘦身15公斤 不過似乎也因此健康狀況亮紅燈 黃曉明努力為角色瘦身 導演董月也在微博發文 除了替黃曉明得獎開心 也透露黃曉明因為節食 加上連續熬夜拍攝 心臟感到不適 趴在道具上臉色慘白 用微弱的聲音說想休息幾分鐘 讓人看了心疼 因為一進來就開始減肥 武漢的小吃我一個都沒吃 對就一直到現在都是吃的減肥餐每天 看看10月底開進的照片 為了要詮釋計程車司機落魄滄桑桑感 當時黃曉明看起來整個人是小了一個size 不過營養師說極速減肥有風險 減重時體重變化大 容易有心血管疾病上升 相較於體重穩定的人來說 死亡心臟病發甚至是中風的風險 高出兩倍以上 明星敬業為角色快速減重改變身形 恐怕還是得注意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太可怕了吧 大家減重是為了健康 減到心臟出問題那就不得了了 以黃曉明來看 你看他在2020年1月75.4公斤 這是我們查到他的體重 那麼現在已經年底了 他如果要瘦15公斤等於要瘦到60 什麼角色要瘦到這樣 對首先要先恭喜黃曉明拿到那個 就是拿到金金獎的最佳男主角 但是因為他拿到這獎之後 沒多久就傳出了健康出現的問題 真的令他就是很緊張這樣子 其實他接拍的這個角色 他是演了一部新的電影 叫做戴假髮的人 然後他是飾演一個夜班的計程車司機 讓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夜班開計程車的司機 他其實作息就不正常 沒睡 然後飲食我想也不正常 所以呢他就是會有一副這種落魄的感覺 然後呢他其實他是一個小人物 導演希望他除了有落魄感之外 還要有那個落腮弧可以呈現那一種 就是很不積的那一種 就是不積的感覺 所以呢 導演當時要求他可以瘦到15公斤 那基本上他這樣子只用到一個月的時間 他讓自己快速的瘦身 其實是滿 滿延 就是我覺得對身體的負荷是滿大的 然後他是採用斷食法的方式 就是不吃飯 對不吃飯 然後呢就是吃的東西非常少 據說只有吃蔬菜而已 所以呢他每天這樣子根本沒有體力 再加上他進到劇組之後 基本上他那個時候只瘦10公斤 所以他還持續的在減肥 那持續減肥你拍戲又要熬夜 你知道每天這樣熬根本沒有體力 所以呢才發生他趴在道具上面 臉色慘白 用微弱的聲音說 拜託讓我休息幾分鐘 大家看了都非常的緊張這樣子 你看他要減15公斤 等於他體重的20%要減掉喔 這對於心臟的負荷很大吧 對 因為體重是我們身體的組成裡面 他減的他本身是標準體重 減出來是肉 所以減到後來都是肉 那體重波動大的人呢 他本來的心臟負擔 他應該是本來是一個很健康的人 跟一般肥胖的人不一樣 所以他減體重減弱下來的時候呢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油可以減 但是他的蛋白質減了不少 所以對他的心血管的負擔會有影響 而且等於肌肉收縮的時候就沒有力了 減得太快了 基本上我們減肥要用正確的方法 黃曉明這個案例 他是用斷食 就是不吃熱量非常的低 那我們常講說 如果你要減肥的時候 你一天的總熱量 一定要控制在多少 1200大卡以上喔 不能低於1200大卡 為什麼 這個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大家一定要懂 我們身體喔 一定要維持你的生命 這個叫基礎代謝 一定要用的熱量 大概喔各位 你們的體重喔 乘以0 比如說男生70公斤的話 乘以24 大概就是你一天所要 最基本要的基礎代謝量 所以男生乘以24 女生乘以多少 女生乘以24 再乘以0.9 大概就是這個熱量 那我們假設是1200大卡 結果呢 這1200大卡 你知道用在哪裡嗎 他是用在你維持心臟的跳動 心臟要跳動 腦部要思考 腎臟要排尿 肝臟要解毒 這四大器官 要用到1200大卡的熱量 結果黃曉明這個案例 他是怎麼樣 他低於1200大卡的熱量 所以當然受不了 對 所以變成連維持他的心臟的負荷 跳動都沒有辦法 達到足夠的熱量 這時候心臟就開始耗損 蛋白就是開始耗損 所以他心臟就開始無力 那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案例 減到心臟很不舒服 有 這個基本上來講 我在門診當中 有聽到過有的人 他去別的地方減肥 也是用這種極端的方式 的確減了一段時間以後 頭痛 頭暈 疲倦 無力 心臟開始有點不舒服 這種都聽過 那這個大概在我們 減肥門診當中 大概5%左右的人 會用這種極端的方式 會導致這種心臟受到影響 這個要很注意 而且我們最擔心的是 大家亂吃減肥藥 亂吃減肥藥更誇張了 有時候還會真的心臟受不了 因為大家可能有記得 前一陣子 好幾年前有一個比較 看了很多的減肥門診 發現某個減肥醫師非常有名 結果他用的方法就是 所謂的雞尾酒療法 這個雞尾酒療法 大家覺得說 哇 我去看了他門診 吃了急鐵藥以後 哇 馬上爆瘦 很高興 瘦得很高興 結果我一個門診病人 他二十幾歲 結果他其實也沒有很胖 只是說他覺得他身高夠高 應該夠苗條 就很不幸的說 他真的是比較胖 所以他就很曖昧 然後他就去看了門診 看了門診沒事 重點是他會發現 他突然心悸來看我 所以他不是胖來看我 他是心悸 心跳跳到一百二十幾歲 心跳跳到一百二十幾 結果後來我想說 這發生什麼事情 一抽血下去不得了了 他的鈉離子 甲離子都異常 甲狀腺竟然也出了問題 他的血糖也出了問題 所以他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是用所謂的 雞尾酒療法 那是一個很不正確的療法 因為他都是用 藥物的副作用 比方說我用了利尿劑 把你的水分趕出來 我用了降血糖藥 不是很強的 我讓你的血糖降低 然後我用了一些 腸胃乳動劑 讓你拼命的乳動 增加快 其實這些造你新陳代謝 造成很大的困難 那我們以前在 我們那個年紀 大概幾十年前的時候 很多這個 現在服兵役 已經沒有這個條款 以前有那個條款叫做 特瘦 瘦子條款 對 就不用當兵 太胖跟太瘦都不用當 瘦子條款怎麼辦 中等身材 像黃曉明這種中等身材怎麼辦 他要撿到42公斤才不用當兵 42 172 172公斤要到42公斤 42 那42就像那種42人怎麼辦 所以他就要拼命吃利尿劑少吃 那剛才他是趴在那個道具上面 那我們以前那醫學生的時候 為了要不要當兵 拼命撿到後來你知道很可憐 在當委員長的時候 要推到心電圖 幫幫病人做心電圖 要推都沒力 推都推不動 然後要插管也沒力 因為都沒吃你知道嗎 所以就這個是不正確的 OK 像韓影你們應該也遇過這種溜溜球 就是忽胖忽瘦忽胖忽瘦案例 這超多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很習慣 就想說減肥就是要少吃 所以其實我這邊有個案例就是新娘 因為他三個月之後要結婚 你知道新娘都要美美的 穿上禮服 而且現在都要錄影 你就不能夠修圖 所以說他就他真的很積極 很認真他原本八十公斤 結果他每天就想說我吃芭樂減肥 因為他看韓星都吃水果減肥發 芭樂就覺得熱量很低 所以一天就吃三個芭樂 連續每天都是這樣 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吃多久啊 他連續吃三個月 天啊 我一天都不吃 對 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我只能說他非常有毅力 但的確他真的是 在他穿上禮服那天回到六十二公斤 減了十八公斤 結果一結婚完之後回家 就開始放肆了 就以前想要吃的時候 所以有什麼便當啊 排骨便當一天可以吃 就是一餐吃三個 報復性用餐 對 結果沒想到真的才 短短的 他就是十月結婚嘛 到十二月 他胖回九十公斤 哇 原本八十 那現在還更胖 對 而且那些全部都像米其林的那些肉 腫到不行 然後他老公都不認得他 所以這個人到底是誰 所以其實很可怕 所以其實也合併了高血壓 糖尿病 他整個因為都是堆回來都是脂肪 所以提醒大家 你快速斷食減重 掉的都是水分跟肌肉 可是你一狂吃回來 全部都是你不要的肥肉 這個就很麻煩了 所以國外做了相關研究喔 溜溜求減重法 也就是說你忽胖忽瘦的情況之下 居然心血管疾病 你看死亡心臟病 中風的風險高出兩倍啊 對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喔 其實我們在減重的時候 除非像剛才黃小米這種 他是屬於非常的劇烈的這種減法 要不然體重瘦 照理講對身體是好的 溜溜求的困難就是我們常常是 有減入奢液啊 有奢反減難啊 你要胖變瘦喔 有點辛苦 要負胖 太容易了 所以我們當我們 我們要知道我們身體的體重 一減瘦下來的時候 有先瘦 可是不小心瘦到肉 像他這一定瘦到肉 可是慢慢的又增放 溜上去的時候呢 又增加了油比較快 肉又沒那麼快上去 那一來一去一來一去 到最後是什麼 油越來越多 肉越來越少 所以當你油越來越多 肉越少 體重波動的時候 這是紐約大學的一個研究 一萬名的心血管 動脈硬化的人 他發現說 如果你體重穩定 跟不穩定 所謂不穩定 就是說增加了0.75公斤 到1公斤的人 他的心臟病或心血管的風險 會增加4% 死亡風險會增加9% 這個中間是指他有波動 不是只有減 對 大家要記得不是只有減 忽胖忽瘦 重點是加的時候 你看體重急劇增加的時候 最恐怖 死亡率增加了124% 中風136% 心臟病117% 因為你在增加的時候 你的脂肪組織會發炎 動脈硬化產生 對 而且你對糖尿病的主抗 會變差 這時候很多人會發現說 他糖尿病的人 有減肥跟沒減肥的人 會差的會兩倍 很多人變胖的時候 本來沒有糖尿病 結果後來變糖尿病 也就是原本減重 可能為了愛美或健康 但是當又胖起來之後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高血壓就來了 就來了 因為動脈硬化開始在產生 好可怕 所以你下來沒關係 問題是上去的時候 沒有補回來 又下來沒有關係 上去又全部補到油 所以要提醒大家 真的減重是為了健康很重要 如果減到像這樣 心血管疾病就不得了了 那麼除了這個溜溜球效應之外 其實減的不對 減的太極速麻煩很大 對這個就是說 你快速減重會有哪些問題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 快速減重它是有個定義的 不是說我瘦很快 就是要快速減重 基本上來講一個禮拜 如果瘦超過一公斤 或者一個月瘦超過你原體重的5% 這樣的減肥速度就是太快了 那減重速度太快會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就是頭痛頭暈 再來就是疲倦無力 這個就是你代血率已經下降了 抵抗力會減弱 再來女性最常出現的就是什麼 就是月經不見了 月經失調 還有就是皮膚會變粗糙 對 還有就是容易便祕或者掉髮 功能會失調 這個溜溜球效應要怎麼樣才能避免的 其實就是說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你減重的時候 受到你的肌肉組織的 肌肉占我們的新陳代謝22% 如果 如果你這個肌肉縮小 假設你縮小到一半 你看你有11%的代謝就沒有了 那這樣子 再吃一樣的熱量回來說 你當然用不掉嘛 就胖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減重的過程當中 大家一定要記得 第一個 這個要成功瘦身的飲食一定要 不要太過度的用斷食的方式 再來就是要增加一點這個蛋白質的量 然後這樣子的話才可以避免說 這個肌肉用掉了 到時候又熱量回來用不掉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就會導致他很容易變胖 所以這就是一個溜溜球的效應 你看快速減肥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一個月減超過體重的5% 就叫快速 然後雖然瘦身成功 看起來不錯 恢復飲食之後 不得了了 因為一樣的熱量進來 你原來用得掉的 現在因為肌肉不夠 所以你就用不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什麼 你又加強節食 再去減肥 再度胖 然後瘦肉再更少 對就一個惡性循環 就像這樣子泡芙 而且裡面的心血管 可能都海撩撩了對不對 好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到底怎麼樣的減重比較好 30 40 50跟60歲 保護心血管的原則 跟減重的原則都不一樣 稍後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